好,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光的绕色的例题 好,这题蛮单纯的 它其实就是只有考对公式的熟悉度 好,那它说呢 有双霞缝 到萤幕的距离是两公尺 那用未知波长的雷射入射 霞缝间距是100μm的双霞缝 那它就产生双霞缝干涉 那干涉的中央亮带的中央线 跟第二暗纹的距离是1.95公分 然后接着它换成做单霞缝绕射 那换成单霞缝绕射 但是其余实验参数不变 意思就是距离 萤幕的距离不变 那同样的波长 但是这时候绕射图案的中央亮带的中央线 跟第二暗纹的距离是13公分 好,所以这一题它想要让我们比较 比较说双霞缝干涉它的暗纹公式 跟单霞缝绕射它的暗纹公式的差别 好,那双霞缝干涉的话 它的第二暗纹 它的暗纹的条件是半坡长的 它的暗纹出现的坡层差条件是半坡长的极数倍 就是1分之1,2分之3,2分之5,2分之7 那今天是第二暗纹 所以是2分之3 那所以它的暗纹位置是2分之3 L让达除以珠 那题目说它会等于1.95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单霞缝绕射的暗纹 则是坡长的 它产生暗纹的坡层差条件是坡长的整数倍 所以第二暗纹就是第二 就带2 然后L让达除以A 那题目说会等于13公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叙述 A选项它说 双霞缝干涉的中央线到第三暗纹的距离是2.60 好,那达到第二暗纹是1.95 那到第三暗纹就会是 就会是要乘上3分之5 我怎么会知道呢 因为第二暗纹是2分之3 然后后面是L让达除以珠 那第三暗纹是2分之5 乘上L让达除以珠 所以要从这里换到下面的话 就其实是乘上3分之5 那不过写慢一点的话是这样 它前面已经告诉我们 2分之3L让达除以珠是1.95 所以反过来说 2分之5Y 这是量纹宽度 或是暗纹兼距 就是1.95乘上2分之3的导数 1.95乘以3是0.65 那0.65乘以2是1.30 那第三 双霞缝干涉的第三暗纹 则是2分之5乘以2分之5乘以2分之5乘以2分之5 所以是刚刚算出来的1.30 去乘上2分之5 结果会是3.25 好,自己算算看 那对不对 因为0.65乘以5 3.25 所以A是错的 它说是2.6是错的 那B选项 双霞缝干涉的中央量带宽度是1.3吗 没有错 因为双霞缝干涉的量带宽度都是一致的 那跟暗纹兼距一样 所以 双霞缝干涉的量带宽度是1.3 那量文宽度是1.3 所以B是对的 那在C选项 单小凤绕色的中央量带宽度是13吗 那这个是要算一下 就是 这个 这个 刘霞缝 刘霞缝 单小凤的刘霞缝 单小凤的 暗纹兼距 或是 中央量带以外的量文宽度 会是刘霞 中央量带会是两倍刘霞 那我们刚刚在一开始有算出来 就是 其实也不用算出来 就是 它的13是第二暗纹 是第二暗纹 所以 代表这个13就是两倍的刘霞 两倍的 Lλ除以A 那一倍的刘霞 就会是6.5 就是13的一半 那中央量带是两倍刘霞 所以 中央量带是13公分 没错 所以C是对的 再来租 雷射光的波长 那这个就是 这个要带公式 我看一下 猪选项的话就是 这边 那 猪选项我们就要算波长 所以我们就 把已知的数字带入 我们利用上面这个式子 L知道了 然后猪也知道了 L是两公尺 猪是100m 我写在下面 L带2 底下分母带 100x10-6次方公尺 那 会等于 1.95公分 乘上2 3分之2 因为我把这个2分之3 乘到右边来 2分之3 乘到 就是移到等号的右边 变3分之2 那这个1.95和3 约掉 变0.65 0.65 0.65x2 又变成1.3 那可是我们要求 所以最后呢 约掉就会等于1.3 然后去乘上 10-4次方 再除以2 所以 就会变成 6.5x10-5次方公分 那这个换成奈米的话 是650奈米 这样子 那最后1选项的话 1选项要算这个单狭凤的凤宽 那 当然也可以直接带这个公司 那也可以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去相处 其实 不需要知道 不需要知道 这个 萤幕和 狭凤的距离 也不需要知道波长 也还是可以算出 单狭凤的 凤宽 因为 我们可以把第一次第二次去相处 那Lλ Lλ都消掉了 所以就不需要知道 那 相处的话 就变成分子是2分之3 然后乘上 1 1 100x10-6次方分之1 然后分子的话是2 2 然后乘上1 1 那这样的话就会 然后会等于 会等于 1.95除以13 这样子 那经过整理之后 会得到 3a 除上10的-4次方 会等于 5分之3 那这样 最后算出来 a等于2乘10的-5次方公尺 那这个就可以 写成20micrometer 因为 micrometer 是10的-6次方公尺 所以这个 就2乘上10的-5次方 可以写成 20乘10的-6次方micrometer 所以这一题就是在考我们对 整小凤 闹色和双小凤干涉的公式的熟悉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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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